哈喽大家好 今天带大王开来的这家店是日本 被誉为天附罗之神 早与你哲哉大师的亲传弟子 张觉威先生开的店 并且他也是早与你 唯一一个中国弟子 其实说来惭愧 我也没在这家吃过 只是传闻这儿确实是很不错 所以说我也是 等一下 那说来我就更惭愧了 我天附罗我都没吃过 没事 那我不会的 不要怎么接了大哥 所以说他这儿的天附罗 到底能给我带来 多么不一样的感受 我也是非常的好奇 咱也废话不多说 直接从开杯菜来品尝 这个是由这个 纯菜 番茄 还有山药制成的 直接先来搞咱尝尝 感觉如何 好奇怪 还是吃得像果冻一样 味道你吃起来一上来就是甜 然后番茄的这种酸 山药尼西是没味儿 挺开胃的 但是没有什么经验 好啊第一道菜是这个日本的松叶蟹 它这个已经把蟹状都给剃出来了 先来一口什么都不蘸 你说 差不多了行 我再蘸一下啊 你再蘸点蟹膏 第一口没蘸 我感觉其实跟我们平常吃得超 大微笑 还是差不太多了 其实是差不太多 因为蟹它本身这道菜没有什么特殊的加工 就是吃这个咖尼最本身的味道 而且不用蓝包壳 我觉得吃着还是 还可以吃的还是吃的还挺爽的 很爽 就像你吃你不用吐骨头一样 吃着有种某种的 某种的味道 有点酸酸的 还醋的都是肉蛋 Viu kama to Beijing 什么意思 Viu kama to Beijing 感谢招待 是不是没想象的 没想到这个清酒有点劲儿 香烈了 接下来这一道是日本公崎和牛 A5的牛里饮 也就是说费力 它这是炸的 它这种色子应该算是几分熟 三至五分熟 咱们可以直接撒点盐往上面 尝一口 好嫩 不行 它这个一点不行 这个牛肉味实际上不是很重 但是吃进嘴里可以说嫩到极致了 特别 没有一丝的筋 而且它外面炸的这个面包糠也是非常的香 配合上一点点海盐 再来一会儿 哇可以 可以 这个我觉得可以 但是味道吃不出太多的牛肉味 对 它焖牛肉的奶香啊 坚果香啊 那些能描述高级牛肉的味道 好像吃不太出来 对 但是它外面炸的这个酥脆程度 这就太爽了 接下来一道是五龙汤 对于我一个南方人来说话 这味道我还比较喜欢 就可以闻到那种大海的味道 加上那种柴银片的什么的 看你闻到大海的味道应该没毛病 这里边应该是有昆布 因为汤没喝就能闻出来 嗯 味道很濃 嗯 日本炖汤他喜欢割昆布 就跟我家炖那个茶树菇排的汤挺香的 咱们缺天赋罗来了 到现在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天赋罗了 你这个汤你能给几分 实话实说 嗯实话实说 嗯 就对于我的口味啊 就虽然它很昂贵 上流 但是呢 两分不能再多了 这不能再多了 这其实我能跟你达成共识 这个东西吃不出太多的 就是能让你味蕾特别满足的那种感觉 但是能想象到 它这个能喝出这种胶质感 说明它熬煮的时间很长 时间比较长 绝对是下功夫了 但是光说味道 光从味道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两分有点低 但是也高不了太多 因为这个汤确实 对 就从味道上来说 其实是比较平淡 就没有一点能耐上成 哇 这汤很棒的那种感觉 对 好 下面一道是鸡尾虾天赋罗 它这个外面裹的是紫竹叶 终于是到天赋罗了 来这家店主要尝的就是看一下天赋罗 就是赶紧趁热啊 你想蘸盐或者萝卜泥都行 我也蘸盐 尝尝 哇 一上来没吃出多甜了 那这个虾嚼到后边一上来 是紫苏叶那种充充的味道 紫苏叶完了之后 酥香过后就是里边这个软嫩的虾肉 然后吃到后边明显的是特别的甜 嗯 正常吃鸡尾虾还没这么甜 它的虾肉会吃得涌上 真的是鲜甜的味道 因为它壳特别饱特别脆 它还指出带点那种清香的味道 如果很好的综合的味道 感觉和萝卜泥 真的很薄 它这个天赋罗其实说法就是油炸嘛 但是它就和油炸不一样 这个皮特别薄 它那个炸的外衣特别薄 它感觉紫苏叶炸了之后 吃进嘴里 它不能叫酥脆了 没有脆只有酥 感觉用舌头就能把它抿化 然后就是里边的虾肉 果然天赋罗还是目虚传 这能达几分 这个满分5分的话 4.5分 就还有0.5分 可以可以 接下来是他家的这个虾头 刚才吃的是虾尾 他们把虾头跟虾尾分开来炸 我觉得这个虾头天赋罗 最神奇的一点 就是它的完整性 里边这个虾须子 竟然一点没有断 这个是确实是有点 它的虾好像没有那个虾眼睛 虾眼睛应该给抠了 这个等于是蘸点这个盐 直接一口全吃掉 哇 它竟然炸到 对 它能给它两分钟达到 那种脆度是一致的那种 而且一点也不炸不像吃虾 可是你要是吃进嘴头 可能有可能会炸嘴 对 接下来一道是油墨于天赋罗 这个趁热 还是战眼睛 再尝一尝 哇 这个口感 一吃就感觉 那种焦银蛋白感觉完全状 有点像年糕 但是比元糕更嫩 而且很甜 嗯 并且外边 它这个天赋罗炸的 那一层酥脆的那个 不叫脆 那一层酥酥的 这个外壳 特别的薄 嗯 下面一道是这个 紫苏叶 裹海胆天赋罗 它这个天赋罗 也是先趁热吃 现在先尝尝什么味儿 它这感觉应该 味道还可以 嗯 嗯 哇 那这道炭你怎么说 我特别好奇你的评价 仔细去评 没有 我这个当初以后 我觉得哇塞 这个味道 然后细品 其实这海胆 我今天吃的会有点像 南瓜泥 不知道你们怎么吃 你这个比喻太奇妙了 但是说实话 海胆应该 你吃过海胆吗 我没吃过海胆 你正常 如果吃过海胆的人 应该能明白海胆是那种 入嘴即化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海胆 用这个紫苏叶包裹住 你如果不告诉你它是海胆 你真的吃不出来 这是海胆 真的是完全吃不出来 这个海胆天赋罗 也是这招牌菜 它把这个海胆 经过油炸 已经把里边的水分 完全扎干了 是你嘴里是那种 黏黏黏黏黏的 像他说南瓜泥 也没毛病 但是如果你想像 这是海胆做的 如果你吃过真正的海胆自身的话 你会觉得是真的特别的奇妙 好 接下来一道 是这个 松茸 松茸天赋罗 我们没看到 它这个松茸 都是那种没开包的 它上边的蘑菇头 如果打开营养就流失了 这个应该是最饱满 最巅峰的状态 尝一口 日本人是对松茸情有东西 有独特的爱松茸 他们对于这个感觉是极高端的食材 先来一口 我问你之前你做视频的时候吃过松茸吗 我吃过让我冻的 冻的松茸 怎么样 你跟这个比一下 跟着比 肯定比不上 这个松茸特别嫩 这还可以 它那个军菇的那种香味很明显 泥土的芳香 大雨过后森林的味道 我这个形容怎么样 不错 恰当吗 恰当 几点那个小青鸣呢 不沾眼 这次我直接尝尝 嗯 海水蘸颜好吃 正比这些是有点酸 嗯 吃个驴肠 哎 它就其实嚼了嚼久了 你看 能感觉到 也有一点感觉 嗯 高级的食材 吃到后边都会回甜 这一点很神奇 接下来是炸腥曼天妇罗 哇 这个鱼皮 本身的味道真的是贼香 但是它有一点点瑕疵 你发现这鱼皮它炸的 没有说轻轻一咬就断了 嗯 它有一点筋道 刚才我养了一下没有养掉 嗯 有点韧性 这个是它有一点瑕疵 但是味道我觉得真的 贼香 很香很香 就那种 杂鱼那种香 它就有一点那种烤那种香味 嗯 而且鳗鱼的那种 腥是真的一点没吃到 嗯 鳗鱼如果上边没有酱的话 对 真的是 它多少是能吃过一点香味 对 我觉得有吃过一个是那个 鳗鱼饭 如果你不加上面讲 它那个鳗鱼 就多少有那种鱼香味 它感觉这种 嗯 直接炸的这么给你吃 它是非常的有信心 对 它的鳗鱼应该是很新鲜 品质很好吃 接下来是咱们最后一道天妇罗 这边这个是炸鲁笋天妇罗 这边的这个是香菇天妇罗 它这个比较有创意 香菇底下塞的是这个虾泥 先尝一下这个鲁笋 我还没曾吃过这个鲁笋 你是没吃过鲁笋吗 嗯 没吃过鲁笋 哇 这个鲁笋可以算是我 最喜欢的蔬菜 能排前三甚至第一的部分 这个应该是我最喜欢吃的蔬菜 感觉百搭 它的那个天妇罗炸得很漂亮 哇 非常的嫩 鲁笋它是属于蔬菜吗 嗯 我吃的它味道感觉有点像那种菜心梗的 不过鲁笋也是很普通的食材 说白了呢 吃的就是它炸天妇罗的这个功夫 对 食材就是普通的鲁笋 但是它炸出来 特别薄的这个外壳 加上这个酥酥的感觉 嗯 确实是很好吃 嗯 而且咬到中间还会放那种脂笋 它这个鲁笋经过炸完之后 它并没有把它这个脂水炸干 嗯 反而里边脂水特别的充足 嗯 尝尝它这个香菇天妇罗 香菇天妇罗 嗯 它这个香菇味道 还是算比较浓的那种香菇味 但是它中间的小肉的话我个人认为热菜 比没有它前面做那种天妇罗虾那么好 我的感受是它这个香菇有点味太冲了 基本是把虾味盖上了 吃不出虾的味道 对 OK 作为最后一道菜 也就是今天的主食 是这个天妇罗茶泡饭 吃完了最后来点这个汤汤水水的这个饭 对 完美的收尾 实际上这个天妇罗 其实在日本也算是一个很家常普通的这么一个料理 它这家店已经是可以 目前我吃过天妇罗里的最好吃的了 总结的话就是呢 天妇罗这儿确实做到了极致 但是 没有说 能经验到你一吃就觉得我 太哇塞了 不可以讲真的 最后这个糖包饭我觉得挺好吃的 就最后这一道我给你分 最后这个糖包饭反而给了骨盖 对 因为确实因为你吃完烂刀菜 这个真的非常舒服 算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尾 一个收尾 好啊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小老板 请不要忘记一键上连一下点赞咯 还有关注大航派 OK 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在这里结束咯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